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震撼揭秘 中共發動緬北戰爭 目標是中國武裝反抗運動 以色列轟炸加薩 拜登警告內塔尼亞胡 公開要求改組內閣 嚇阻中共 以軍用F-35戰機創下一全球首例 義兵泄密 上校撤職 軍機換散加真情補報 那樣機密外泄 15人連坐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2月13號 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震撼揭秘 中共發動緬北戰爭 目標是中國武裝反抗運動 據路透社11日報導 緬甸軍政權發言人少敏通11日表示 在中共的協助下 執政的緬甸軍政權已經跟武裝反叛組織三兄弟聯盟進行了會談 據袁紅冰對看中國獨家披露 緬北的這次軍事衝突 從一定的意義上講 是中共迫不得已所採取的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 中共採取軍事行動的核心就是它長期培育的一個彭家生的繼承人叫彭德仁 他長期生活在中國 受到中共的政治軍事的訓練 從各個戰區抽調的叢林戰部隊 特戰部隊的兩個旅組成的國感同盟軍 總共人數是11000多人 並且為國感同盟軍配備了一些高科技的軍事裝備 袁紅冰進一步披露 中國的武裝反抗運動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中華自由閃電軍 這是一個總體性的協調性的組織 以及它下面的10多個遊擊戰隊 最著名的就是魏自旅 還有中華民主軍 那麼他們就在四大家族的軍閥割據的範圍之內 找到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而且中國武裝反抗運動的這些團隊 摧毀了一批中共的公安系統 所派到緬北進行情報收集 進行各種滲透的特務 並給這些中共的特務以沉重的打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特別是2023年以來 中國的經濟斷崖式的下滑 中國的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程度 很多中國失業的青年人 他們通過各種方式來到了緬北 尋找生存出路 所以中共雖然在中緬邊境地區雲南這一帶 設置了幾百公里長的鐵絲網牆 但是由於現在老撾和柬埔寨這兩個地方 基本上已經淪為中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殖民地 所以幾十萬的失業中國青年 通過其他的很多的渠道 在2023年這一年之內 就通過各種方式輾轉來到了緬北 在這從事各種各樣謀生的活動 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實際上就到這裡 要尋求加入中國武裝反抗運動的 這就給中共暴政造成了一個極大的恐慌 由彭德仁作為中共暴政的代理人 對緬北進行統一的控制 來防止中國武裝反抗運動 令緬北的這種政治軍事格局的態勢不斷地成長壯大 這就是現在緬北發生這麼多事件的根本性的原因 儘管中共把一部分他們所謂的滯留緬北的人員押送回了中國 大約有幾萬之眾 據我們瞭解 現在很多的這些面臨失業畢業的大學生 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正在準備流亡到東南亞地區 而且相當一部分人準備到緬北地區 尋找中國武裝反抗運動的各個團隊 以色列轟炸加薩 拜登警告內塔尼亞胡 公開要求改組內閣 拜登在12月12日白宮舉行的籌款活動上指出 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的轟炸 造成大量平民傷亡 正在失去國際支持 他暗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因改變其強硬政府立場 暴露了與內塔尼亞胡關係的新裂痕 拜登特別提到以色列極右翼國家安全部長班吉維爾 批評當前以色列政府是史上最保守的 並強調內塔尼亞胡需要改變政府方向 他還表示 以色列最終無法否定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必要性 儘管以色列極右翼堅決反對此舉 拜登重申 美國的角色將限於保護以色列 而不會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採取其他行動 此外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計畫前往以色列 與以色列官員討論有關加薩戰爭的時間表 內塔尼亞胡當天發表聲明稱 以色列地面入侵加薩行動獲得美國的權力支持 並得以抵禦國際社會要求停火的壓力 他表示 儘管雙方在哈馬斯戰爭結束後的善後方案上存在分歧 但他希望雙方能夠達成一致 嚇阻中共 以軍用F-35戰機創下一全球首例 以色列空軍11月2日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發布的視頻顯示 10月31日 一架F-35I戰鬥機成功攔截了伊朗支持的野門胡塞武裝發射的巡航導彈 F-35I是以色列版本的F-35戰機 這是F-35系列戰機首次成功攔截巡航導彈 12月11日 華府智庫紅彩獨立研究所總裁 國防分析師格蘭特在福克斯新聞撰文表示 美制F-35戰機首度擊落低空來襲的巡航導彈 表明美軍擁有強大的科技優勢 這對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平衡至關重要 格蘭特表示 中共正密切關注這些軍事行動 並親眼目睹了胡塞武裝巡航導彈的下場 他們知道F-35也能對付中共的導彈 在我看來 F-35擊落巡航導彈 為中國帶來了三大教訓 格蘭特說 格蘭特說 首先是F-35出色的追蹤能力 巡航導彈比戰機小得多 薄得多 自1970年代以來 追蹤它們一直是一個大問題 但F-35的出現打破了這個模式 這次探測和攔截驗證了F-35能探測並擊中低空來襲的巡航導彈 格蘭特表示 F-35可辨識和追蹤800英里以外的彈道導彈 提高了中共對美國前沿基地或船艦實施導彈襲擊的難度 其次 F-35可以在保持隱身的同時進行所有追蹤 F-35在中俄建造的防空系統內及其周邊執行任務時 這一點非常重要 而且F-35的能力只會越來越強 因為它的中央系統屬於開放式架構 能夠持續改裝先進設備 第三個教訓就是 不僅僅是美軍擁有F-35 加拿大 澳洲 日本 韓國和新加坡的空軍都在購買和使用F-35 再加上許多歐洲盟友 這為一對中共構成的巨大威武 一兵泄密 上校撤職 軍機換散加知情不報 釀機密外泄 15人連坐 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報導 發生在今年4月 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一兵泰謝拉 在社區媒體洩露西方援助烏克蘭等至少50份機密文件的案件 經過軍方大規模清查後 發現至少有15名軍事官知情 卻因擔憂情報單位反應過度而未回報阻止 全部都被紀律處分 報導指出 在社區媒體流傳有關烏克蘭戰爭以及美國暗中監視盟友的情報後 美國司法單位 美國空軍分開調查位在麻薩諸塞州東部的空軍國民警衛隊基地 第102情報聯隊 發現泰謝拉在網絡遊戲聊天平台洩露相關文件 4月份在泰謝拉位於麻薩諸塞州駐家拘捕到案 雖然泰謝拉否認犯刑 但司法單位預計將以間諜罪起訴 刑期至少15年 美國空軍追查洩密案指出 泰謝拉所處部隊經濟煥散 同時發現泰謝拉的同僚中 有人對泰謝拉違法蒐集情資 在網絡聊天室散布一室 知情不報 因此祭出紀律處分 遭處分者官階從上士到上校都有 最嚴重的聯隊指揮官遭到撤職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是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рен打開小鈴鐺拍攝 蘇瑩 嗯 對 我還沒有拍攝當成功能 也請您點讚 什麼